休暮不可凋雅 我是男生的名 在乌酒勤 宅雨这个人在大中午的时候睡觉 所以孔子就说了 宿木不可凋雅 这个宿木的宿字 我们代理要念着奥茶的奥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们讲的同义父子的规则 这个宿就是腐宿 腐就是宿的意思 这个宿就是木材烂掉的意思 那腐也是烂的意思 腐烂腐烂 那另外他也是腐败腐败 也是败的意思 他也是腐坏腐坏 坏掉的意思 腐臭腐臭 腐也会发臭 所以这个腐朽腐烂腐败腐败腐臭 这些红色的字就是同义字 同义字 好 宿木不可凋雅 休暮不可凋雅 这是读书人的念法 叫休暮不可凋雅 在西游记第三十二回里面有一个 正在坡前发朽财 夫逢长老自东来 坡前发朽财 发就是砍发的 砍的意思 底下在澳茶 澳茶 朽财就是澳茶 这个小是两个澳 那在慧音宝剑里面 这个是一个民间的人所写的一本书 沈附近先生写的一本书叫 慧音宝剑 这本书叫慧音宝剑 这本书叫慧音宝剑 我们来看一个答案在这 答案在这 答案在这 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字念澳 有没有看到 朽这个字是腐木也 腐朽 答案就在这里 这个字念澳 在慧音宝剑里面有记载 那答案在这 底就是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支枪 底在胸前 底在胸前 在胸前 就是底着胸前 底就是在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在找没有这个 底就是这个底 答案在这 所以我们说 澳茶的澳就是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澳麻 上面这个字念澳 澳麻 我们做小孩的时候 都有种麻 我们就要澳麻 把麻放水里去浸 让它软起 软起 软起 我们要做什么 要挑它的表皮 要挑它的纤维 要来做薄 所以我们要澳麻 所以诗经陈锋 里面有一个东门之词 东门基底 它说 东门基底 可以澳麻 东门基底 东门后一座水底 可以澳麻 澳麻是要做什么 澳麻是要挑它的纤维来做薄 不是要让它软起 让它炒起 不是喔 澳架是 那些人很冷的意思 烂客户的意思 这澳麻是要拿起用的 要怎么可以澳起 这个澳 澳 澳字是水跟蛆的组合 左边是水 右边是蛆 只在一个水池里面浸泡 在一区的小水池里面浸泡 要让它软起的意思 这个澳 在台湾名南语常用词词典 它说 蔬果腐烂或是不新鲜 有臭味 我们要澳麻 哪有可能让它有臭味 所以这个澳 它在这边的解释是错误的 澳是泡水 而不是让它有臭味 所以它这边说 用来形容烂的不好的 卑劣的人事物 这个是胡说八道 我们再看一下教育百科 教育百科刚才的解释 教育百科 那个澳麻是要取这个麻的纤维 可是 敏南语常用词词典说 它是让它腐臭 这两本字典的解释 根本是不同的解释 它是完全是两码子的事 那另外我们透过诗经东门之词的历史 凹是要再利用 而不是让它烂掉 这个我们要把汉字的精神搞清楚 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我说教育百科跟台湾敏南语常用词词典 这两本字典 它的解释是抵触的 它是无效的 因为这个字是凹 是使它柔软的意思 好 凹 因是凹 那凹跟朽这两个字是同意复识吗 跟腐烂的腐是同意复识吗 我跟你讲 当然不是 因为两个字不是同意词 所以这个凹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那这个朽这个字 但是在reimburgam或是在历代的运输里面 它的文读是heu heu no heu 老朽 老人家都自称no heu 老朽 就是念这个文读音叫heu 那朽这个字 一个汉字至少有文读与白读两个音 那白读音通常运输并未记载 那台语借以运输的读音 它是以运输的读音来套民间的白读音 用字当然是乱七八糟 因为音相近 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目前台语界的台语之乱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朽在reimburgam里面白读 它念 啊 啊 这个门啊 这个茶啊 所以我们去测茶 测澳茶 回来 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说小木不可雕也 小木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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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套茶不可雕也 因为木就是财 雕就是科 套茶不可雕也 那也可以讲套茶不可雕也 因为不就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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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是死 因为可用就是使用 可以的就是可以动用的意思 所以小木不可雕也 所以小木不可雕也 小木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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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套茶不可雕也 套茶不可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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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可以雕也 就是这样来 你不可以用那里欧 那里三点水各一个区 不可以这样用 所以我们刚才再回顾 刚才西游记第32回 正在坡前发 朱材 发 说是砍发 就是彻材 错 错 砍 发 朱材就是套茶 就是朱木 所以我们说木材 木材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都是有文献来做佐证 而不是没有 反而是教育部的智 是根本没有文献 如果有文献 他那个意思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 是因为早期不懂汉字的人 在写字点 所以那个字是不能相信的 那所以我说啊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到底谁是奥克 有一个网友就跟我说 他的长辈在很早以前 都说朱克才是奥克 可是从来都看台湾 没有人写对 只有陈老师讲对 那所以谁是奥克 台语界是奥克 陈老师是奥克 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一切要回归到智义 台语汉字就浮现了 我一直在讲一个观念 你英文要翻成中文 一定是同意字的概念 那台语跟国语也是同意字的概念 怎么会是不同意呢 同音不同意呢 这不是不对的 所以我说台湾闽南语 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点 是一本很烂的书 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 这本书的价值是让我们看清楚 这些人用字不精确 也胡说八道 解说完毕 谢谢 谢谢 多谢路纳安慈世 神蒙尼 感谢 快点 Oke 这个